據我們之前的相似 有介於你之前在節目當中 對於扣乃欣說的那句話 我感到相當的壓力 你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借金 不要對乃欣說 乃欣 如果接下來以後 你想有孩子 而國倫老師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借金喔 好不好 論 黃國倫老師 除了我願意之外 到底還有什麼 其他的社會貢獻呢 三分鐘時間 黑白兩隊輪番上陣 看起來黑隊想要先發 三分鐘時間 請開始 國倫老師呢 當然除了寫了 這個我願意這首歌之外 還寫過非常多動人的金曲 然後眼淚啊 味道 這些都他寫的 最近呢 近期他的音樂產量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把大部分的時間 都花在 但是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社會貢獻 他在樹立一個 對 結婚14年了 他到現在還在道歉 繼續加油 國倫老師 就算你一臉的胡渣 你也不是渣男 耶 來 還有2分10秒 國倫老師真的可以說是 全天下男人的典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完美的詮釋了什麼叫做 阿姨 我不想努力了 一般大家都說年輕人 怎麼在家啃老 我跟你說 我們國倫老師是 他呢 吃軟飯就算 他還花了老婆的錢 幫自己辦了一場演唱會 所以我覺得國倫老師 你真的是一個男子和大丈夫 能屈能伸讚啊 謝謝 好 還有一分半 起司 我覺得黃國倫老師今天是 最最最不適合來當飛行評審 怎麼說呢 國倫老師根本就應該來到 我們選手群跟大家一起當辯手 因為到底有誰比他更有資格 每天14年來 他的枕邊人是一位最佳辯士 每天不斷的在幫他精進辯論的技巧 國倫老師 這裡有位子 你要來嗎 好 還有1分50秒 根據我們之前的相似 有介於你之前在節目當中 對於扣乃欣說的那句話 我感到相當的壓力 你說你不會生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借金 不要對乃欣說 乃欣 如果接下來以後你想有孩子 而國倫老師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借金喔 好不好 好可憐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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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氣了 生氣了 我可不可以直接宣佈 淘汰侯昌明 好可憐喔 我覺得你們這個賽事設計太棒 就是一開始先惹怒評審 然後再進行淘汰 真的好爽 不管你們講得怎麼樣 我就是要淘汰侯昌明 如果我沒有淘汰侯昌明的話 就是陳大天 現在完全是成功了 我就是給你 也不輕鬆